焚水之盼 玄望山下 晋慈 魏祭祀晋国第一任诸侯 鸡鱼而建 周百匆匆 飞梁横驾 自达北宋年间的雕塑匠将他们带到世上 他们已在这座大殿居住了千余年 店中的42名侍从 共同服侍圣母 让你仿佛进到了北宋宫围之中 彩素神态万千 衣着各异 甚至你还能看出他们在不同工作岗位上的小心思 面容严肃 服侍滑贵 手捧方应 你应是圣母娘娘的贴身大宫女 你表情这么凶干嘛 我又不拿你的印 你看 她头顶的扇形包脊好漂亮啊 穿的也像仙女一样 她跳起舞来一定很美 不过 看起来 她好像有心事 这位竖着双高级的姐姐 你为什么也不高兴呢 你是不是在功力时间长了 想家啦 细腻五官表露出每个人的细微情绪 仿佛有着许多不能言说的秘密 尽此彩素 让我们看到唐宇宋雕塑理念的变化 从歌颂虚无的神 变成刻画真实的人 也因为这一转变 才让我们有幸通过他们美丽容颜 看到千年以前最真实的绝代风华 尚家人万事芳华言 关公为冷暖人间世 年代的规復 年代的规復 ged storm